怎樣擺脫貧窮?一個人為什麼會窮,這樣可以遠離貧窮?擺脫貧窮有什麼方法?貧窮心態真的能影響一個人不能脫離貧窮,怎麼辦? 一個人為什麼會窮,這個問題涉及多方面的因素,包括個人的、社會的、經濟的和環境的。以下是一些主要原因,教育機會不足,教育是提高個人收入潛力的關鍵因素,缺乏受教育的關鍵因素。 的機會或教育質量低劣會限制一個人的就業和發展機會,就業機會有限,某些地區可能缺乏足夠的工作機會,尤其是高薪和穩定的工作。經濟發展落後的地區通常就業市場狹窄。低收入工作,有些人可能只能從事低收入的工作。 這些工作往往沒有足夠的工資來滿足基本生活需要,財務管理能力不足,缺乏財務知識和管理能力可能導致不合理的消費和債務積累。 健康問題,重大疾病或殘疾會增加醫療開支,限制工作能力,進而影響收入。 社會和家庭背景,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不足也會影響個人的經濟狀況。貧困家庭的孩子往往面臨更大的挑戰。經濟環境,經濟衰退,通貨膨脹,失業率高等文觀經濟因素也會影響個人的財務狀況。 這樣可以遠離貧窮,接受教育和培訓,提升自己的知識和技能,增加就業機會和收入潛力。 理財教育,學習財務管理知識,如儲蓄、投資、預算等,合理規劃和管理財務。 尋求穩定的工作,選擇有穩定收入和發展前景的工作。 避免過於冒險的投資或職業選擇。健康管理,保持身心健康,避免因健康問題導致的經濟困難。 建立人脈和社會資源。建立和利用社會網絡,尋求支持和幫助。 創業,如果有條件和能力。 可以考慮創業,以創造更多的收入來源。擺脫貧窮的方法。 制定長期目標和計劃。制定清晰的財務和職業目標,並逐步實現者設定目標。 持續學習和成長,不斷學習新知識和技能,保持競爭力。 積極參與社區活動。參與社區和社會活動,擴展人脈和機會。 尋求專業幫助。如有需要,可以尋求財務顧問惡惡職業顧問的幫助。 貧窮心態的影響。貧窮心態Polity Mindset 是指對貧窮的固定思維方式,認為自己無法改變現狀,缺乏對未來的信心和希望。 這種心態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和決策。可能導致持續的貧窮狀況。為了擺脫貧窮心態,可以考慮以下方法。 改變思維方式,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現狀,設定積極的目標。尋找榜樣和導師,學習成功人士的經驗和做法。尋求他們的指導和建議。 培養積極的習慣,餘定期運動、閱讀、參加培訓等。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。實踐感恩和正能量。 保持感恩之心,積極面對生活中的挑戰和機會。參與支持小組,加入支持小組或社區組織。獲得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。通過這些方法,可以幫助一個人逐步擺脫貧窮。邁向更加附足和幸福的生活。 一個人的聰明程度,對貧窮的影響幾多?一個人的聰明程度,即智力和IQ對貧窮的影響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。貧窮的形成和擺脫是多方面的問題。 涉及教育、家庭背景、社會資源、經濟環境、個人心態等多種因素。智力只是其中一個因素,並且其影響程度會因地區。文化和社會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。 雖然智力水平可能影響個人在學習。工作和解決問題方面的能力。但以下其他因素也對個人的經濟狀況有重大影響。 教育機會和質量。受教育的機會和教育的質量對個人的知識和技能發展至關重要。社會資源和人脈。社會關係和人脈網絡可以提供支持和機會。 家庭背景。家庭經濟狀況和家庭文化對個人的成長和發展有重要影響。健康狀況。身體和心理健康對個人工作能力和生活質量有直接影響。經濟環境。蒙觀經濟狀況。就業市場等外部因素也會影響個人的經濟狀況。個人心態和努力。積極的心態。努力和毅力。 也對個人的成功和擺脫貧窮有重要作用。一些研究表明。智力對個人成功的影響大約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之間。 而其他因素如情商。毅力。家庭背景等也有相當大的比重。總體來說。智力雖然重要。但並不是決定貧窮與否的懷一因素。擺脫貧窮的關鍵在於綜合提升各方面的能力和條件。包括接受良好的教育。建立強大的社會資源。保持健康。發展積極的心態和努力工作。 這樣。無論智力水平如何。個人都能有更大的機會實現經濟獨立和成功。年老與不斷進修和學習。對改善貧窮有幫助嗎?年老與不斷進修和學習。對改善貧窮是有幫助的。儘管年齡增長可能帶來一些挑戰。 如體力和健康狀況的下降。但持續的學習和進修可以帶來多方面的好處。以下是一些具體的理由。 1. 提升技能和知識。持續的學習和進修可以幫助年長者提升現有技能或學習新的技能。 這些技能可以應用於現有工作或新的職業領會。增加就業機會和收入潛力。 2. 增強競爭力。不斷學習使個人在職場上保持競爭力。即使在快速變化的行業中也能適應新的技術和方法。 這對於延長職業生涯和獲得更高收入非常重要。 3. 創造新機會。學習新技能可能會帶來新的工作機會,甚至是創業的機會。 許多成功的創業者都時在中年甚至晚年開始新事業的。 4. 心理和情感上的好處。學習新事物有助於保持大腦的活力。減少認知衰退的風險,並提升自尊心和成就感。 這對心理健康有很大益處。 5. 社交網絡的擴展。參加培訓班、工作方或社區活動可以擴展社交網絡。增加與其他專業人士或潛在僱主的聯繫。從而帶來更多機會和資源。 6. 適應科技變化。現代社會中的許多工作和生活都依賴於科技。通過學習新技術。 7. 年長者可以更好地適應這些變化。避免被時代淘汰。具體措施。參加在線課程或社區學院的課程。 8. 許多平台提供免費或低成本的在線課程。可以隨時隨地學習。參加專業培訓和認證計劃。 8. 這些計劃可以提供實用的技能培訓和認證。提升就業能力。加入行業協會或專業組織。參加這些組織的活動。可以獲得最新的行業資訊和培訓機會。利用圖書館和社區資源。 8. 許多圖書館和社區中心提供免費的學習資源和講座。總結。 9. 年齡並不應該成為學習和進步的障礙。通過不斷學習和進修。年長者可以提升技能和知識。 9. 增強競爭力。創造新機會。並改善心理和情感健康。 9. 這些都有助於改善經濟狀況和遠離貧困。 9. 好了。這條片到此為止。下星期再見。 9. 感謝您觀看此影片,如喜歡此影片,請免費訂閱。 10. 點讚,留言及傳閱。謝謝您。